大家好,这里是历史万花镜,在汉武帝的宫廷中生育了六个儿子,这本是皇位传承的一场丰盛的宫廷盛宴。 然而,出人意料的是,皇位并未被传承给太子刘聚,而是落在了幼子刘芙玲身上。 这一出乎寻常的继承安排,让人不禁要问,为何汉武帝在众多儿子中选择了刘芙玲,而非太子刘聚? 这其中,难道有着什么不为人知的曲折和深意吗? 公元前九十一年之前,在汉武帝心中,太子之位非刘聚莫属。 当年汉武帝即位已是三十余岁,期盼自己能有子嗣来延续香火。 在后宫数十名家里候选之中,最终由魏子夫有幸怀孕生子。 一个皇子的降生,不仅意味着武帝有了骨肉,也意味着汉朝王朝后继友人。 作为第一个儿子,刘聚自然备受宠爱。 武帝亲自为他取名剧,寓意他能稳固汉朝江山,并命人精心选择老师,要求既教导他身后学识,又要培养他雄才大略的君主风范。 还专门建造书院,供太子与宾客讨论时政学问。 在武帝看来,刘聚不仅才华出众,性格也最为合适。 他温和儒雅,治国有方,从不与兄弟争宠,深得朝野人士的认可。 正是这样难得的德性,使武帝认定他是唯一合适的接班人选。 随着刘聚逐渐长大,武帝对他的信任也愈发深厚。 每每外出巡视,都会托股给刘聚与生母魏子夫,让他代为处理朝政,以练就储君之能。 刘聚任劳任怨,从不辜负武帝厚望。 尽管后宫辛宠众多,但武帝再三向魏子夫保证,刘聚的太子之位不会耕动。 毕竟,能以柔顺性情抚慰天下人心的明君,终究只有一个。 波兰不惊的太子,生活在刘聚二十多岁那年落下帷幕。 公元前九十一年,一个称为巫谷之祸的冤案,在朝中兴起,牵连了太子刘聚与生母魏子夫。 当时汉武帝迷信巫术,汉朝禁止这类活动已久。 奸臣江冲等人,却借此诬告太子等人,私通巫师,意图行刺武帝,盼望从中获利。 武帝信以为真,大怒之下,立即下令处死魏子夫等人。 此事牵连甚广,许多与太子刘聚相关的大臣也受到株连。 刘聚意识到,奸臣正在整治自己这棵大树。 处在绝境中,他选择带兵启示反抗。 然而,他只是文质彬彬的书生太子,将领们也不愿与朝廷为敌。 这场规模不大的叛乱,很快就以失败告终。 刘聚被迫带着一家老小出走,躲入民间。 正当他以为忠于安全时,却被收买的平民暗中告发。 很快,朝廷军队就将刘聚一家围困在平民家中。 陛下以礼教陈为帝王。 陈无以回报陛下恩德刘聚绝望地对家人说,最终选择了自杀。 魏子夫在宫中的地位,意志无人能比。 他不仅是汉武帝的贤妃,也是刘聚的生母。 不同于其他女官,只沉浸于后宫权力斗争中,魏子夫端庄大方,妙于辞令,深得武帝以重。 然而,即使有再高的宠爱,在皇权面前也不够瓦器。 魏子夫与其他无辜妃嫔,一同被武帝草率处死。 无人能逃脱这样的恶运。 作为生母,他甚至来不及为刘聚最后辩白一二。 魏氏一族也从此没落。 不再有人能撑起他曾经的荣光。 其他妃嫔大多只沉浸在妒忌与权势斗争中,终日被后宫恩怨所牵绊。 魏子夫难得心怀天下,得到武帝器重,却仍逃不过荒唐冤狱的陷阱。 也许在那个时代,没有人能真正掌控自己的命运。 在刘聚死后,汉武帝的选择让所有人大跌眼镜。 他并没有传位给次子或其他诸侯王。 而是在立太子前,先将刘复林的生母勾异夫人赐死。 这是为了防止勾异夫人学吕太后,把持朝政。 接着,立才八岁的刘复林为太子,并任命四大辅政大臣,筑其治国。 武帝此举,让朝野哗然。 刘复林不但年幼,且为述出,按照嫡长子继承制,怎能有资格继承皇位。 但武帝似乎早有安排,这只是他扫清障碍,实践自己想法的契机。 在巫谷案发生之前,朝堂的政治生态已经隐隐出现变化。 外戚集团内部产生了分歧,一些重臣也意图从中逾利。 比如,当年致力于杀害太子刘具的奸臣江冲,就是抱着这种心思行事的。 其实早在江冲等人诬陷太子前,武帝内心对嫡长子的看法已经起了变化。 他开始认为,刘具的才能平庸,难以担当大任。 偏生刘具,温柔如雅,朝野归心,武帝又不好直接废弃太子之位。 于是,江冲等奸臣抓住机会,以巫谷之事入手,一举除去心头大患。 他们了解武帝的脾性,也明白刘具正是其眼中钉。 奸臣渔翁得利,武帝也借机除掉不合心意的太子。 对两方来说都是一剑双雕的结果。 实际上,在刘具死前,武帝就已经对嫡长子感到失望。 资质通鉴,记载,上,武帝,贤其才能少,不累极。 一集,武帝觉得,刘具的才能参差,不像自己那般英明,难以胜任皇帝重任。 这也解释了,为何武帝后期对刘具的冷淡疏远。 尽管表面上,武帝仍称赞刘具才华,但实际上,他暗地里已有新的人选了。 那就是幼子刘福玲。 汉书,记载,刘福玲一出生,武帝就十分看好。 称他闻西瑶十四月而生,金勾异已然。 似乎在期盼刘福玲能像传说中的瑶一样成为贤明君主。 也许巫谷冤暗的发生,正好帮武帝扫清了这个心头大患。 让他有了机会,改立心目中才华过人的幼子刘福玲。 尽管一时迷信,导致太子冤死,但失去爱子的痛苦,还是深深折磨着武帝。 在刘具自杀后的很长一段时间,武帝心中难以平复,时常自责不已。 他甚至下令在全国范围建造刘具祠堂,以悼念这位苍天不复的好太子。 可惜子死父王是天理,他终究没能再见刘具最后一面。 这成为武帝在位多年,唯一的心病。 在四大辅政大臣的悉心教导下,刘福玲逐渐成长为一位英明的君主。 他博览群书、政务,在位期间汉朝国力寓意昌盛,被称为昭宣中兴的黄金时代。 以至灵继位的刘福玲而言,这样的成就实属不易。 少年刘福玲继位后,辅政大臣们防范太后专政的同时,也严格限制皇权,让他继续深造读书,学习治国之道。 到了二十岁时,刘福玲才真正清政。 此时的他,博学多才,正式清明,深得重臣拥戴。 在他的英明领导下,汉朝社会安定、经济发展、太平盛世持续数十年之久。 也正因为有他,汉朝中期的鼎盛局面得以延续下去。 刘福玲即位为汉昭帝后,在四大辅政大臣的辅佐下,度过了动荡的少年期。 到了成年,他靠自己的英明政治手腕,使汉朝国力日益昌盛。 社会经济恢复有序,开启了昭宣中心的局面,被视为汉朝中期的黄金时代。 可以说,尽管改立幼子刘福玲的决定当时令人匪夷所思,但历史车伦的推进证明,这是武帝在五十余年功成名就的宏图生涯中,离世前做出的又一个英明抉择。 本集揭开了汉武帝传位给幼子刘福玲这一历史,谜题背后的种种真相。 刘剧的太子之路并非单单被巫谷冤案无情夺走。 武帝对其才能的失望也起了关键作用。 而最终证明武帝判断准确的是,这位幼子后来果真成长为一代贤明之主,开创汉朝中期的昭宣中心,使汉朝走向又一个高峰。 历史往往充满意外,但我们可以从中找寻规律。 这段扑朔迷离的皇位继承历史,也为后人提供了宝贵启迪。 好了,感谢您的收看,我们下次见。